天津未来最吃香的五个区 各个富的流油 看看你在哪个区发展呢 天津 是中国北方对外开放的门户 中国北方的航运中心 物流中心和现代制造业基地 截至2021年末 全市下辖16个区 总面积11966.45平方千米 常住人口1373万人 2021年全市实现 地区生产总值为15695.05亿元 天津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天津地处中国华北地区 华北平原东北部 海河流域下游 天津是中蒙俄经济走廊主要节点 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支点 一带一路交汇点 亚欧大陆桥最近的东部起点 素有酒和下烧和海要冲之称 接下来就带你去看看 天津未来最吃香的五个区 滨海新区 地处华北平原北部 总面积2270平方公里 常住人口206.73万人 截至2021年10月 下辖16个街道 五个镇 2021年 滨海新区 地区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7.3% 2009年 设立天津市滨海新区 滨海新区是国家级新区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中国北方对外开放的门户 高水平的现代制造业 和研发转化基地 北方国际航运中心 和国际物流中心 移居生态型新城区 和西区 是天津市中心城区之一 是天津的行政中心 商务中心 金融中心 文化中心 也是天津市国际交往 和对外开放交流的重要窗口 地处天津市东南部 总面积42.21平方公里 2020年 和西区 常住人口82.22万人 截至2021年10月 和西区下辖14个街道 2020年 和西区 地区生产总值 989.63亿元 增长2.1% 东立区 位于天津市中部偏东 总面积477.34平方千米 截至2021年10月 东立区下辖11个街道 户籍人口44.55万人 2020年 东立区 地区生产总值650.36亿元 比2019年增长3.7% 东立湖温泉度假旅游区 是天津市八大旅游景区 和七大自然保护区之一 旅游区占地面积58.6平方公里 其中水域面积8平方公里 湖岸周长12公里 总水容量2200万立方米 旅游区内生息繁衍的鸟类 有几十种 十几万只 南开区 天津市中心城区之一 位于天津市区西南部 总面积40.63平方千米 2020年 南开区 常住人口89.04万人 截至2021年10月 南开区下辖12个街道 2020年 南开区 地区生产总值626.13亿元 因元系天津旧城 以南开挖地带 且建有著名的南开大学 而设南开之名 天津中心城区 最具代表性的历史文脉 和民族文化资源 集中于老城乡地区 是全国双拥模范城 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 金南区 位于天津市东南部 海河中下游南岸 总面积387.84平方千米 2021年 金南区 常住人口92.71万人 截至2021年10月 下辖三个街道 八个镇 2021年 金南区地区 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6.3% 金南区境内地热资源丰富 分布面积广 万家码头地热异常区内 包括第三系孔系热水 和基岩岩溶裂系热水 两个热处类型 你看好其中哪个区呢 对于这五个区域 你还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